杨立县头粪竹南地区最近出现了好几个专门偷娃娃机的窃嫌 有嫌犯打破玻璃偷娃娃机内的物品 还有嫌犯直接拿油压剪剪断锁头窃取财物 简直把娃娃机当成了提款机 警方却迟迟无法破案 业者只好自力救济 悬伤2万元要抓嫌犯 没有想到肖章窃嫌凌晨再度犯案 让业者损失惨重 这个是前几天被剪的 娃娃机业者气得破口大骂 他说嚣张的窃嫌拿着油压剪到店里来 连续剪断四五台娃娃机的锁头 再一撬开零钱箱窃取财物 业者指出窃嫌不但偷钱 还锁定娃娃机里面高单价的3C产品 一个晚上得手好几万元 业者损失惨重 忍无可忍利用网路串联 誓言抓到小偷 我想说先做一个贺子的动作 要不然你等警察慢慢查的时候 他马上又去偷 娃娃机业者表示虽然已经报案 但迟迟没有下文 所以自力救济加码悬赏两万元 原本以为可以达到贺阻的效果 没有想到凌晨又传出娃娃机遭窃 而且一个晚上同时两组人马 一个人打破娃娃机玻璃 窃取机坛内的物品 另外一个人直接偷钱 这逼当应该有个两三万吧 对 三万块 应该有 因为他都一个月说一次 欠嫌变本加厉 一再犯干 警方只是致视回应说 已经锁定特定嫌犯正在追气中 让业者相当无奈 因为刑切的犯嫌 不止一个人分明是实随之位 肆无忌惮 如果警方再不积极作为 公权力简直被歹徒践踏脚底 借张兴杰苗栗报道